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全土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酸咸人甜不辣 第216集 新元叹了口气 心悦诚服地说道 愚者大人果然不同凡下 就算先前用真实之眼查探到了他们的行动 但怎么就能将这家伙逃的路线判断得如此准确呢 而屠夫刺身已经急不可耐地冲上去 宁笑着举起了两把可怕的长刀 刺还在疯狂地奔逃着 尽管身后看不到追兵 只有激烈的风声和自己的喘息声在耳边回响着 但是他的背脊上却是凉轻轻的 就像是背上被一条巨猛的毒蛇 无情而冷漠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一般 死亡的感觉正在强烈而急迫地逼近着 为了闪避开方民接连施展出的两大控制技能 刺已经将在前两个世界当中所获得的所有收益 全部挥霍一空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林大美女和方民之间的合作默契程度 还要在他的想象之上 一见到方民接连失手 这个精明的女人立即放弃了先前阻击老三的念头 直接发动了疯狂突击 追洗了上来 一条璀璨而绚丽的一次光带 就死死地咬在了刺的身后 所过之处当真是树木断折 声势无两 刺奔跑进了一座山谷当中 脚下不停刚刚回头 这长发飞扬心 英姿飒爽的林英秀 已经直冲到了他的面前 风锐的伏饼 直接撞在了他的胸口上 刺 顿时就是眼前一暗 在后面突如其来的巨大力道 撞得是亮相倒退了几步 并且随即进入到了 眩晕白质的状态 林大美女一幅展出 带出缭乱的血光 然后猛然间开始进行了 八项发破的蓄力 刺 此时是目自欲力 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在这样的状况下 骤然遭袭 他刚刚能够活动的瞬间 数十条璀璨的银色光芒 已经疯狂地挥斩在了他的双腿之上 雪光怒几几天 林一秀的八项发破直接将刺的双腿斩成了重伤 使其移动速度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还附带上了不间断的轻微失血的状态 刺此时的月祥技能 还没有消失 他为求活命 额头上冒着冷汗 强忍巨痛 再次跳了起来 拔枪狂射 林大美女本身就是长兵器 在这样的中距离作战当中并不吃亏 并不勉强地躲闪 反而是呼的一声 一腹扫将上去 摆明的是一伤换伤 伤势不清的刺 却明显不敢这么拼了 立即在空中轻巧的一个转折 进行了二次跳跃 巧妙地避开了这一击 但是他刚刚落地 立足未婉 就已经见到了林一秀的唇角尖 已经露出了一抹冷笑 然后是高高跃起 手中的银色乘服 诡异地在空中 虚展出了两道交叉的 锐利的弧星光芒 然后三道沉径五米的银色旋转 起近就交错飞行 斩了过来 连空气都被拉出了 那种凄厉的破空之声 无其自在机能 晶莹的眼泪发动 银色的光芒机舍飞出 直接在空中交互碰撞 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虽然刺的身法是异常的敏捷 没有被这三道气劲 是正面击中 但是也被波及到之后 闷哼了一声 暂时失去了平衡 直接摔了出去 当他灰头土脸地爬起来的时候 心中却已经是绝望了 只因为有一个手持着灿烂银色手枪的年轻男人 正冷冷地看着他 黑洞洞的枪口前方 一团精明的寒光正在聚集柔和 吸附着周围的冰冷元素 倒树子弹 方明是一个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人 心毒 手黑 阴人 绝对不在话下 他知道 刺这个人 可以说是一个城府异常深沉的类型 因此他根本不会给其任何翻身的机会 只要出手攻击的话 那势必不能给他以任何反扑的机会 否则的话 吃亏的必然是自己 刺 就在瞬间 被凝固成了一座冰冻的雕像 只不过他的求生能力是异常的坚韧 竟然还在冰中是异常顽强的挣扎着 以至于冰层表面立即又出现了条条的裂纹 看样子竟然是立即要破冰而出了 方明 冷笑着朝天抠动了扳机 六名蓝衣喽啰 立即凭空出现 一人一颗手雷直接抛了出去 紧接着林娜美女继续冲上前来 灵光激发着雪光 看起来是分外的凄厉惨烈 浑身阴晕着淡淡的黑色气息的灵秀 此时看起来是更加的成熟性感 仿佛是妖魅的魔女 举手投足间 都呈现出了一种残酷的性感艳丽 刺着头颅飞了起来 双目圆睁着死不瞑目 在临死前的一刻 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是后悔 是怨恨 还是在懊恼呢 方琳看到这儿 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空有野心 没有已知相称的实力 做人还是老实点的好 起码可以活得长久一些 林娜美女就站在她的身边 神采飞扬地 得意一笑地说道 我现在有些明白 你说的无间道的意思了 方琳微微一笑说道 你现在也应该加了 二百五十点声望了 对吗 林娜美女还是哑然的摇摇头 方琳一愣 难道正邪轮回者联手 声望会减少 不会吧 刚才我和星源都得到了 两百五十点声望 林娜美女 焉然一笑 确实不是二百五十点的声望 我得了整整五百点的声望 刚才的提示是说 我独立解决了一名 正义阵营的轮回者 获得了全部的五百声望 方琳凑过来 狠色的包的一口 在林娜美女的香塞之上 哼 敢耍我 这个是惩罚你的 林娜美女一推方琳 说道 要死了 战斗还没结束呢 方琳将刺掉落的钥匙 拾了起来 淡淡的说道 看来正邪轮回者联手 不会干扰影响彼此的积分 那边还有整整五百点声望 等着你呢 不是还有两个人吗 林娜美女疑惑地说道 你想留那老四一命 还是说 那个新元会动手杀掉老四 对 按照时间计算 他有时间和实力做掉老四 甚至连老三都可能被他做掉 我们快回去 这次轮到方琳摇头了 他说道 不会的 新元这个人心底不错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不该他得到的东西 他不会花心思去争的 他是需要团队力量 才能够较好的生存下去的类型 而且他的技能使用好了的话 也的确有着无法让人拒绝的威力 所以 他杀掉老四的可能性 基本上不存在 我估计 他甚至会向我们帮老四求情的 另外 这两个人 无论从个人的能力 还是品行上来说 都是具备较大的可控性 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了我的初步考察 恰好 他们可以联合起来 互补作战 所以呢 林大美女啊 轻笑着说道 你现在招揽这么个力量特长者 要是老胡知道 说不定会觉得 你小看他的实力呢 方琳微笑着说道 老胡其实是一个典型 嘴硬心软的人 他不会真的介意的 顶多发几句牢骚罢罢了 在我现在初步构想的计划当中 一个力量特长者 还可能真是人手不够 而且也不是我小看老胡了 还有一个人的话 只怕还真顶不住那个人 林大美女啊 听到这儿疑惑地说道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方琳却只是笑而不打 等到方琳和林大美女回去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是尘埃落定 林英秀在双手双脚都被残酷的屠夫 堕掉在老三喉咙上轻轻地一割 便已经再度获得了整整五百点声望 而新元果然没有趁人之危 不仅没有杀死老四 更是为他细心地服药果伤 显然他的心中也希望老四能够活下来 和他左伴多一个依靠 毕竟在他的心目当中 愚者大人还是高高在上 难以至极的一个存在 因为新元在伏击的时候 埋设的炸弹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所以接下来便拿出杀掉的刺和老三掉落的钥匙 开启宝箱 也算是有了新元的一份 由于此次方琳一行携带的补给品相当的充分 所以是直接都选择了装备 偏偏呢 这两个人的杀戮值都没超过四十 有一个箱子愣是给开空了 接下来剩余的那个箱子 则是开出了一条加力量四 加体力四 物理闪避加7%的黄金项链 属性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方琳和林大美女一商量 便打算给老胡买下来 于是坐驾一万两千点积分拍卖 新元自然是不要的 分了四千点积分之后 已经可以算是不小的意外惊喜了 在等待老四疗伤的时间里 方琳顺手用真实的切割术 将自己所带的那条蓝色项链给切割了一下 眼下方琳并不缺积分 于是便索性尝试一下为自己切割装备 这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了 而这一次也算是很幸运 虽然没有出现变异切割 但是却成功地弄出了一个防御力增加百分之九的特殊属性来 方琳体力偏低 因此防御力也就相当的低下 此时这个属性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这个时候啊 方琳又想起了杀死牛若鸡之后 还掉落了一把无法使用的紫黑色钥匙 便拿出来给林大美女观看 林英秀靠在了方琳的怀中 拿过来翻来覆去地把玩了一会儿 很快就面露喜色地说道 哎 莫言印记给我提示了 你要不要听原话 方琳点点头 林大美女就复书出来 你获得了魂之密钥 这把还未被那些该死的所谓正义味道强者进化的钥匙上 盘旋营绕着忠诚于罗匠沈大人的腰魂 拿着它以后去寻找邪通夺吧 在那里可以使妖魂再次重生 终生于罗教神大人的你将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方琳眯缝着眼睛 想了一会儿这才慎重地说道 你拿着它和老胡一起去 不过 最好是你们的声望等级再提高一些再去 到时候的收获可能会更好 林大美女皱着眉头说道 那还不如你直接去拿给正道人士进化 毕竟你眼下的声望已经相当高了 方琳想了想 说道 我拿去找柳生进化 和你们两个人拿去协同夺出神妖魂重生的奖励应该相差不大 不过 你们两个一起去的话 因为KOF契约的关系 应该可以多奖励一个人的声望 甚至是多一份奖励 就在这个时候 老四悠悠醒来 小心 逃得一命的他就算是再笨 也知道方琳没有杀他的意思了 否则 早就趁他昏迷的时候给他一刀了 还等他醒过来干什么呀 于是他急忙很惭愧的过来向愚者大人道歉 但是看到林大美女这个黑暗阵营人的时候 不免吃了一惊 下意识的做出了防守的动作 方琳接下来了解到了 林银秀领取 避免进行犬妖大人的紧急任务的时间 只是七十分钟 完成任务的条件 是至少亲手杀死一名正义方的攻击过犬夜叉大人的轮回者 由此 也就可以看出 黑暗方的残酷竞争的特性 六个轮回者 杀四个轮回者 至少也会有两个人会轮空 那么轮空的两个人 当然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了 而这种潜在的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的方法 虽然很残酷 却也是非常有效 看着任务实现将至 方琳便拉起了林大美女的手 叮嘱了一句 让她和老胡赶来江户城附近 接着又交给了她三片鞋铜朵的碎片 让她拿一片给老胡 两个人试试交给罗将神看看 应该是有不菲的好处的 而接下来的那片 则是直接出售 并且是以半卖半送的形式 将江户城周围可以拿到这种 极品任务道具的信息 散布出去 临走前呢 林大美女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 祈祷 你们老远地跑来攻击被封印的犬夜叉做什么 方琳便把她的任务一五一十地说了 林大美女们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犬夜叉的实力 此时看起来好像并不太强 只是如果按照现实世界里的说法的话 她体内的妖怪之血血醒后 可能就相当的棘手了 绝对不会比任何一名剧情强者迅速的 要不我留下来帮你们的忙算了 方琳微笑着说道 你走吧 这个任务的难度还是可变的 所以说 用到暴力 其实是最下次 也是相对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手段 我已经另有相应的对策了 应该可以较为容易地完成任务 所以放心吧 我有把握 林大美女对她的能耐 那自然是深信不疑的 轻笑着在她的唇上一吻 然后踏入尽自身的任务完成之后 出现的传送门当中 三个人此时 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玉神墓之下 剧墓依旧是参天 犬夜叉依然是仿佛沉睡过去一般 田静安详 却似是未曾受过任何攻击惊扰一般 而方林直接塞给了新元一瓶神龙骨水 说道 马上尽可能多的 做一些炸弹出来 我要把精神力都给消耗掉 新元一愣啊 如果我把精神力都耗光 就会暂时陷入昏迷状态 我 方林微微一笑 我也是精神力擅长者 相信我 把精神力一次性全部耗光 会对你有所好处的 时候到了 你自然就会知道 精神力不够了的话 就喝下这个 新元听了语者大人的话 一阵的愕然 再仔细看看手中的这高档货色 很是激动啊 不要说他了 就是老四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能够快速恢复精神力的药物 新元呢 显然是有些舍不得 他迟疑着正想说话呢 却是看到了方林这严厉的眼神 立即不敢多说话 乖乖地干活去了 老四呢 茫然在他旁边站着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后来终于忍不住 小心翼翼地说道 于 于者大人 我 我该做些什么呀 你可以随便吩咐的 方林正专注地 拿了一根细长的松枝 在地上写写画画 听了老四的话之后 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坐下来休息 这伤口上 不是还在躺行吗 说着 他又交易了几块 可以在战斗的时候 恢复的实物 温言说道 有用得着你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你们两个竟然选择信任了我 跟随了我 我可以保证 你不会为这个决定 而后悔的 即使不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起码 不会有太多的危险 这个是我可以承诺的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